接下来这位选手也挺不容易 别人都是一路过关斩将 他是突然间到这儿的 但是一来就把得票最高的慕容晓晓淘汰出局了 面对五位超强的对手啊 据说他还有一个给他帮忙的助手 上周显造末位淘汰的王敬 本周特意请来一位帮手为自己助阵 这是我今天带来的神秘小嘉宾 紧张吗 谢谢 谢谢 本周两人要一起完成一个难度极大的戏曲唱团 同时两人还要做到如双簧一样的表演 保证步调一致 这对于只有八岁的王敬 和从没唱过京剧的王敬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 他们能否战胜自己并征服观众呢 有请他登场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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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唱的那个年龄那个客气啊 那行为美 大家好 我是王靖 上一期呢 我为大家演唱的是 京剧版的在水一方 今天我带来的还是京剧 美送给大家 谢谢 今早起来什么就知道 树一个油头什么花香 脸上涂的是什么花粉 头颠的胭脂是什么花花 天早起来 牛发送自照 树一个油头柜花香 脸上擦的是头发粉 好点的胭脂新花花 你这么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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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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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 像了 我注意到几位评审老师 小水洋一说 真像 王老师闭着眼睛很陶醉的样子 他的音色真的很准确 对啊 说几句心里话 待会让他们多投了几票 好吗 好 我想对大家说 我会继续努力 然后希望能够把 更好听的歌曲 还有更好听的戏曲 送给大家 谢谢 好 王静怜加油 谢谢 谢谢王静怜加油 好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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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哇 谢谢 谢谢